今天講述《男女日常》十五、十六 十五、十六這本書我都頗有趣 因為它列出了很多問題 當然它有些解決辦法 但解決辦法有時未必能夠解決 很多時都是心理層面方面去解決 但也可以講講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事不宜遲 它有分三個難度 難度一是處境 第一個處境就是 不懂我需要什麼是因為不夠愛我 即是說有些女孩子經常覺得 或者是男孩子或者是對方 都覺得好像不太知道我需要什麼 是否因為不夠愛我呢 有時雙方 有時你 尤其是月戀當中或者是初相識 其實很多事情都要猜猜猜 其實未必真的完全知道對方要什麼 當然不代表一種愛 有時知道你那些人 整個鬚眉這樣 精神伴侶這樣 精神上愛你 其實愛有很多種 我只能夠說不能夠代表 只不過可能你的伴侶是不夠細心 就是這樣 但是只要在每一個關鍵時刻 站出來去照你去保護你 我想其實都是一種愛的表達 不需要說你很需要什麼 提供什麼 提供什麼 最好 這些當然是 但當然不是一定的 其中一個表達方式 第二 接著就說 女友問我為何不和他分享心事 即是很多人 為何會分享 男會問女 女會問男 首先很有趣 譬如我跟了鬼師傅 有一套理論就是 其實男生通常用耳朵聽 心事留給女生說 男生的心事留給男生和男生分享 並非和女生分享 畢竟如果你們是伴侶的話 一個長期伴侶 大家互相談談 否伴一下自己的心事 都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 封箭遊人 看你自己的個性 如果你很喜歡說話 可以和你的伴侶去分享一下 但是如果你天生一個男性 就一定要懂得做一個聆聽者 因為女生普遍而言是比較多話說 她比較多心事 比較多問題 多事情 每天發生的點滴都會說 不排除有些女生是很安靜的 你可以倒轉 你可以說回頭 可以你去說 或者有時候 兩個人都不需要說很多話 就是享受那一刻 大家陪伴的心情已經足夠 都會有這種伴侶 好 第三 約會支出應否實行AA制 AA制 我覺得是對於我們這些 不是大家 不是說很有錢的人 尤其是餐找餐吃的人 都是普通人家 我覺得AA制是必須的 那你長期的 你想一下 我都說過 計算數 你一頓飯 吃一頓好一點的餐廳 一頓 一頓 兩頓 兩頓相開 四頓 一頓 四頓 一頓 一個星期兩頓 八頓 八頓 四頓 三千二百 嘩 大哥 還未算你自己的水電煤 自己出去吃東西 買衣服 買自己喜好的東西 已經三千元沒有了 如果你每人分一半 你都是千多元 還好 大家起碼有個預算 就是說 喂 如果你覺得貴 那時候 那女兒都覺得貴 那就將 或者將 dating 將那個 價錢 會先隔一鎖 例如可能會轉戰 麥當勞 轉戰去茶記 其實兩個人相處 那個餐廳 你覺得重要不重要 有時是重要 有時是不重要 最重要是兩個人相處 你的交流 餐廳只不過是很次要的東西 但很多 很多女生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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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這個 世俗分圖了 好像 高級餐廳比較好 那樣 形成了一個錯誤的觀念 搞錯了愛情的 就是 最重要是什麼 是一些非物質的東西 那些 我覺得已經是污染了的女生 那些女生 究竟是否值得你所愛呢 這樣 這個也是值得考量 好了 碰見救情人 那些人 歌如何反應 這本書就教 其實如果 碰見救情人 如果你的心 仍然 有一種 叫做 不捨得的話 那其實 你要正面 即是 正視這種感覺 或者可能你真的 喜歡救情人多些 可以 這個又引起一個問題 究竟人 可不可以喜歡多一個呢 我講的是 可以 一向都是可以 不是 為何會有 open relationship 這件事出現 其實一向都可以 所以你 對救情人 動情 或者對新的情人 動情 那其實一定是會有的 那有什麼好反應呢 其實你自己計算 就是 你現在的男人 現在的女人 是值不值得利所愛的 值得去保留這段關係 還有你選擇一下 就是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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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由始至終 都是得過 還是open relationship 那這些都是見仁見智的 沒有一定的答案 所以見到救情人 什麼反應 其實打個招呼都可以 那當然 那有兩種態度 他在這書裡有說 其實男性 就普遍會灑脫一點 就是可能 跟救情人打個招呼 沒有所謂 但是女性很有趣 有機會 她是會 跟自己在清洗記憶的 她是不想記憶回上一段的感情 所以她會很強烈地避 都不出奇的 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當然有些女性 open 一點的 再結識朋友都會有 這樣就視乎你們 最後的關係 是究竟談得如何 約會時 情人經常與別人互傳短訊 這個也是很麻煩的 就是 約著的時候 我很討厭那些女生在玩手機 這些也是很不忍耐尊 就是跟你約會 究竟是你出來玩手機 還是跟我約會呢 就是日子內了 會出現這些現象 那這些女生 或者是我自己平定為 她本身很冷悶 又沒有什麼內涵 就是這樣的 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有內涵 其實你跟我聊天 會尊重那個date 會懂得有種品筆 有種品筆在那裡 而不是在那裡 全程在玩手機 在那裡 怎樣怎樣怎樣 或者可能她自己都沒有什麼內涵 她的內涵全部都在手機裡面 那些相片 飲品吃吃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不是那麼喜歡的 但是這個問題是要提出的 就是要看看怎樣 雙方去改善 跟著 心儀對象 追求者中 你會放棄嗎 如果心儀對象 多人追 的確是會打折的 對於我來說 會不會放棄呢 我要看回那個情況 她究竟 她 對我 是怎樣 最主要的這件事 因為 你多人追 不代表她難追 但代表她 已經抬高了價格 多少是 好了 但她對你的觀感 仍然是會 可能 加分減分 這個不知道 你要跟她聯絡了 PM了 跟她測試過 知道原來她放你 那個位置都不低 那你代表有機會追 如果不是 可能已經放到你很低 可能回應的速度 回應的方式 都是哈哈 嗚 一些很簡單的emoji 算了 那些基本上是不能玩的 水溫很低 所以這些就要 避免在一面 如果追求者 還真是代表她 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 找一個伴侶 好像找股票 那樣 找一隻股票 是未被發現的 但她是有很優質的潛力 她的背景很正 或者是很正常的一個女生 這些女生是難找的 沒有被狗公圍住去追求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變得 怎麼說 很辛苦 原來她 她一天 測試十幾二十個狗公 你是其中一隻 那你有什麼可以玩的 然後你事後看回 那些女生根本質素不是高 只是她好運 或者她的社會系統比較大 她的圈子比較大 認識很多男生 就是這樣解釋 你就是理智一點 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有些人會托到這麼高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就一半一半 不會說特別是放棄 但會先試一下 接著 要若心而對象 要若心而對象被拒 對方還說感謝你 那就是 好了 有時可能約會 有時約會人 有些女生好 或者是男生 都很有禮貌地回答 怎樣不行 這個信號代表什麼呢 代表有機會已經完結了 但有機會只不過是大家的時間還未對 可能她正在忙 可能她正在等待其他人 可能她那一陣子已經有著落 之類 可能她現在有心上人 可能她現在不想拍拖 你不知道 但如果她有一個很好的收尾 至少要留下一個美好回憶 你可以之後 我也有很多個案 說過 隔了一兩個月 甚至半年 三個月 再找那個人 是可以回到出來的 但這個 感謝你 可能她一個很好的收尾 是一個叫做留有餘地 有機會是完結 有機會可能再續 這個不得而止 這個不得而止 好了 接著就是 太遷就伴侶 對方就會不懂得珍惜你 這個一向都是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一向都是這樣 如果男人來說 就是講過了 最好就是有自己的哲學 如果你沒有自己的哲學 那你就要在不同的方面 去訓練 或者去經歷 形成自己的哲學 例如很多時候就是說 你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女生 那你不知道的 你就去找多些女生去date 去溝通 那你就會形成就是 可能我喜歡 我喜歡串嘴的 我喜歡乖乖女的 我喜歡夜蒲妹的 我喜歡女的 是不吃煙不喝酒的 你是篩選到一堆條件出來的 然後這些條件 就是反過來 你要去問那個女生 究竟你懂得這些東西 懂不懂吃煙 懂不懂喝酒 懂不懂煮東西 逐條逐條去抽絲 去找一個你心目中的女生 那你就找到一個 大家相處得舒服的 那其實最後就不需要特地去遷就伴侶 可能大家都 原來是那個type的人 其實是會剛剛好 有些女生很順得人意的 其實她會 倒過來她會遷就你 會有些這樣的情況 但當然了 如果你倒過來 如果你是太遷就的女生 一來也是顯示你不夠alpha 二來都會是真的會覺得不輕香 那些女生可能這樣容易 因為很容易被人放鬆都不出奇 好了 接著就 女友經常發脾氣 該浸魔扮 如果知道有些女生很情緒化 那怎樣呢 都沒有辦法了 有時是天生的性格 這是很冷言實 你可以找出一個原因 解決到就解決 解決不到的 你又想想那段關係 你長期要受這種脾氣 你又受不受到呢 所以很早期你要發掘她 究竟她是一種什麼人 她的相處 究竟是否很順得人意 還是很喜歡扭計 你又喜歡不喜歡發脾氣的女生呢 這個都是大家要考慮的 好了 接著就是 男友要求我吸她多點空間 其實男女都會有的 如果太過癡身的話 會出現就是 大家都要有些空間 這些空間都是必須的 我自己覺得 我都曾經見過 不要說男仔 女仔都要空間 我曾經就是 可能在某一塊餐點 見到那個女仔 自己單獨在吃東西 我走到桌子上搭散 不久發覺她有男朋友 快要結婚了 但很有趣 她就說不是經常見的 總之就是 一個禮拜見一兩次 這樣 一次這樣 為什麼呢 要保持大家的距離 還有要有大家的空間 有時候伴侶又不可以接得太密 有時候是保持一些神秘感 或者大家有自己的生活 總之不是全部 但是當然這些是人革命的 有些情侶真的可以 每天都可以 朝夕相對 都是在走熱戀中 都會有的 總之愛情有很多形式 總之就是 雙方都要去 配合所需要的是什麼 好 這裏就說完 第一個情景 第一個難度 這些很常見的問題 接下來 看看會不會再開一兩集 說一下之後的問題 都頗值得探討 純粹是做個讀後報告 今天就說到這裏 今天就說到這裏 如果你的愛情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阻力 可以電郵我 亦都可以報個WhatsApp 如果你想玩Day Game Night Game 也可以找我 WhatsApp的朋友可以優先 和我一起去玩 亦擴闊 溝女的視野 今天就說到這裏 多謝收聽